PS里面的图层样式啊 它是独立于图层之外的一些渲染效果啊 那这些效果呢 在导出为一张图片的时候 是可以导出来的 例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我可以使用这里的文字工具 在这里去打上文字 PS教学 那输入完成之后 大家来看 在图层面板这里 就会出现一个文字图层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鼠标左键双击这一个图层右侧空白的区域 这是打开图层样式的方式啊 双击某一个图层右侧空白的区域 这样呢就可以调出图层样式 在左侧这里呢 有许多的样式 你可以去选择使用 例如这里的描边 那我就可以点一下 这样大家来看 就把它给勾选上了 而且右边会出现描边的属性 在这里呢 你可以去设置描边的颜色 例如我给它选择为黑色 也可以去更改描边的粗细大小 等等都可以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可以了 其他的样式也可以去选择使用啊 就是我们在使用图层样式的时候呢 不止可以去施加一个 我还可以重叠去施加多个 例如这里的外发光 我想使用的话 我就可以点击一下 这样外发光的属性就出来了 你可以去选择发光的颜色 我也可以给它设置为黑色 当然如果你把外发光设置为黑色 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的混合模式 要把它改为正常 因为它绿色这一个模式呢 是一种变亮的光的模式 黑色它是不会显示的 在我改为正常之后 大家来看 是不是向外扩散的黑色的光 它就出来了 你可以在这里去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包括大小都是可以的 那这样我觉得可以了 点击确定 大家来看 这样一个图层样式 我就施加完成了 那当然了 在施加图层样式之后 我可以去更改 这一个图层的不透明度 要注意啊 在图层面板这里 有两个不透明度 还上方这一个不透明度呢 我在更改的时候 它可以更改这一个图层 包括它图层样式的不透明度 就是它们会一起做不透明度的更改 在降低的时候 大家来看 慢慢的它就消失了 那下方这一个不透明度呢 叫做填充不透明度 更改这一个不透明度的时候 只会更改原先这一个图层上图像的不透明度 它图层样式的不透明度 不会发生改变啊 那我去降低它的填充不透明度 大家来看 原先的文字它在逐线消失 还拖到最低的时候 文字就消失了 那它外侧的描边 还有外发光的效果 它是存在的 那这样呢 我就可以制作出一个空心文字的效果 那这就是图层样式啊 那通过图层样式 我们还可以制作出其他的异数字效果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那么多 那如果你想系统学习PS啊 那你就可以学习我的PS零极权到精通的系统课 课程的内容呢非常全面啊 从零极权开始 PS里面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命令全部讲解 里面呢有很多的案例啊 人像的修图啊 摄影的调色啊 都有讲解 那课程呢 还有配套的软件和素材 可以供你练习使用 点击视频左下方的播放列表 就可以找到法庭老师这一个课程 学习课程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